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嗨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的运势时间咯 在节目开始之前 邀请大家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你的支持啊 会是我们做好节目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来看看四月份的星象 给我们做事什么指引呢 四月份很有趣哦 我们基本上呢分为两个阶段 并且以二十号为分水里 在二十号之前 所有的事情都呈现闪电奔跑的状况 在二十号以后呢 你会看到有震荡跟革命的特质哦 那么在二十号之前呢 我们不但有一个很强大的行动力 而且呢在十七号左右 会是这一波的高峰 所以朋友们你要把握好你的机会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我来解释给大家听吧 那么在二十号之前呢 我们知道星象上大概六十到七十percent的行星 都呆在火象跟风象星座 这两种星座的能量是非常的开创性 冒险性 向外去找寻新的机会的 同时又有太阳在牡羊座领军呢 所以你会看到事情很快的发生 也很像两个看对眼的男女 在卸购的时候 一时天雷沟洞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 所以呢事情进展快速 甚至呢速战速决 或者是说即便吵架 也能够马上床头吵床尾河 但是到了二十号以后就不一样咯 二十号以后啊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太阳金星水星进入了金牛座 二十三号以后火星也进入了巨蟹座 所以啊六十到七十percent的行星 全部来到了水象跟土象的星座 这两个星座的能量是比较保守的 是比较不喜欢风险的 是怕死的 是爱钱的 是需要安全感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比较 考量比较多计较比较多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些星群呢都会开始帮助 在金牛座的天王星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在这个时候 决定要突破现状 要冒个风险 所以这段时间二十号以后 我们会看到分手的啊 拆伙的啊 离职的啊 创业的啊 离婚的啊 特别多 其实啊2021年 本来就是一个新旧拉扯 新旧冲撞的一年 而且会有好几波 第一波的时候呢是在我们二月份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那个时候啊我们讲到五六星连珠在水瓶座 但是呢因为土星在水瓶 所以那个时候的革星是为了怎么样 要有土星的结构 要有秩序 要能够承担责任 相对比较稳定一点 可是呢 四月二十号不一样了 行星啊是跑到了金牛座的天王星的这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要革新 金牛座跟什么呢 钱感情关系特别有关 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段时间 呃 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 都跟这些事情有强烈的连结 那你就问我 老师那我该怎么办 看你是属于保守派 还是改革派 如果你是保守派 当然二十号以后 啊 有超级多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 你就必须要 有耐心的慢慢处理 或者是要跟他们协调 要有时间 呃 换取空间的概念哦 但是如果你是个创新独立派 有些事你忍很久了 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忍下去了 甚至会有 最后一根稻草 压死骆驼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定会有很大的变革 你必须要做出抉择 可是呢 这个时候你也必须要承担相对的责任 比方说 你跟父母已经相处不下去了 你要搬家 但是你要有钱在外面生活吧 不然你也搬不了家 所以你要为自己的独立创新 负起最大的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 四月份各个星座的运势哦 大家最在意的就是人际关系了 在20号以前 火象 风象的族群运势最好 特别呢 如果谈感情的话 母羊座 天秤座 以及射手座的朋友 你们桃花朵朵开 容易传出恋爱结婚生子的好消息 而且有可能有异国远距的恋情 或是不打不相识的一个很棒的机会哦 请好好把握 20号以后 基本上呢 摩羯座跟处女座是比较良好的 但是有一个族群 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就是固定星座了 包括了金牛 天蝎 狮子 跟水瓶座朋友 你就会面临到 刚才讲的 土星跟天王星那种 星旧的拉扯 冲撞 比方说金牛座朋友 你已经忍不住了 你没有办法再听从传统上司的建议 所以你想要独立出来 做自己 那么听该座朋友 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合作伙伴 或是另外一半 或是竞争对手 想要挑战你现有的生活安定感 好 那你要怎么处理 那么事实座朋友呢 你可能发现 你想要做一些新的转变 或者是公司老板有太多新的想法 你必须要去跟着做 但是一旦要做新的大方向的调整 你就必须要处理现在的人际关系 哪些合作哪些不合作 要不要结婚 要不要离婚 都是烦恼 那么水瓶座朋友 你可能遇到的是 在家的环境里 容易有纷争争吵 或是你要搬家的考量 所以你要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好 所以这个族群要稍微小心一点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事业运势 这个月事业运势呢 以双子座 巨蟹座 以及士座朋友最有发展空间 双子座朋友啊 其实从二月到四月以来 你们的事业运势是节节高升 在四月份是收获的时刻 这个月特别容易脱颖而出 或者是有发挥影响力 大潜入带的时候 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时候 好好的做一个完美的据点 那么士座朋友呢 其实在二十号之前 有很多很棒的计划 会接触到很多很棒的人 让你的这个眼界大开 所以呢 这也可能就是因为导致 你二十号以后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 可是士座朋友哦 我觉得 四月份可能就真的是你 要改变自己 或者是跨出第一步的 非常好的时机 而巨蟹座朋友这个月难免会遇到 人际关系 利益的问题 或者是派系斗争的问题 可是你们呢 懂得虚张声势 懂得呢 见缝插针 所以会找到很棒的位置 慢慢的成长茁壮 好恭喜你们 最后来看到财运 这个月呢 是处女座 双鱼座 以及摩羯座朋友最好咯 处女座朋友 你呢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容易有偏财 或是别人借钱啊 或是跟他合资合伙的好机会 当然有些人也可能会有继承 或者是保险的利益哦 而摩羯座跟双鱼座朋友 不但呢理财不错哦 也很容易啊 得到家人的支持 或是从房地产的事情当中 得到好处 赚到钱 所以也是很棒的 那么听完了上述 4月份的运势之后呢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 可以做好准备 一年之际在渔春 希望很快能听到大家的好消息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